宝藏 一个永远有吸引力的话题 在藏宝的传说里 天文数字版的彩虹 在历史的迷雾中如很若现 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传说 一阵一换 充斥着神秘和冒险 无数的探险者和寻宝人 穿梭其中 人类的智慧与耐心 和人性背后的贪婪与残酷 交织成一符符 寻找宝藏的画面 让我们拨开神秘的面纱 探寻真实的宝藏 与隐藏在宝藏后面的真实历史 世界著名的乐山大佛 有名凌云大佛 坐落在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东路 以凌云山西辖峰的临江峭壁上 为弥勒座像 据唐代维高加州陵云大佛相纪 和明代彭汝石 重修陵云四季等书记载 乐山大佛 开造于唐玄宗开元初年 公元713年 完成于唐德宗真元19年 公元803年 历时90年 是创始者海通和尚 为治理水患 不惜自弯双目以示忠诚 他普度众生而发起 召集人力物力修造的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海通 就把他当年住过的山洞 叫做海狮洞 直到现在 洞内还有一个盘膝而坐 神情建议 首托成为眼珠的 入盘的海通宿向 后人提起乐山大佛的修造 似乎都归功于海通 事实上 海通筹措资金 就用了十年时间 参加开凿的时间 仅仅八年 前后总共十八年 海通元祭之后 剩下的大部分工程 都是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完成的 海通 海通主持开凿成型了大佛的头部至胸部 建南西川节度市张求尖穹 主持了大佛胸部至西部的工程 大约用了七年时间 张求尖穹的继任者维高 主持庄金点彩的通体上色工程 酒区占道等配套设施 还有专门保护佛像的大象格工程等 耗时十五年 乐山大佛所立在 满江大渡河 清一江汇流之处 一千多年来 乐山大佛 跃进多少人间春色 历经多少朝代更顶 依旧苏目思想 又因肤藏宝藏 而赠填了许多神秘的资产